一辆好的家用车是怎样的呢 我相信作为爸爸妈妈孩子 他们的体验和感受才是最真实和最重要的 那正如我们的视频当中所呈现的 我们的一巴荣耀系列 它承载的是每个家庭的美好时光 同时呢也满足了我们每一位家庭成员的美好的期待 幸福家庭首选一巴 好了朋友们呢 今天在我们这一场盛大的嘉年华当中啊 我们还特意为大家邀请到了三位福利官 将会在现场给大家发福利 想问一下大家 你们期待吗 哇 好的 那现在呢站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 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一位福利官 他曾经在北京车展上跟张若云互动 而且啊还帮你们问出了 七亿年二的播出时间 并且登上了热搜 他就是寡气全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新能源事业部部长刘国强先生 刘布您好又见面了 谢谢您好 现场的各位朋友们 直播间的各位粉丝们 大家晚上好 非常感谢刘布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啊 那其实刚才啊 我们看到了那条续屏 其实我相信大家的感触 一定都跟我一样还蛮深的 我觉得啊 一部MPV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真的是太重要了 是的 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 我也深有同感 实际上在各种场景下 一巴的大空间 以及灵活的座椅布局 做得都非常的好 便捷性也非常的高 实际上在业界啊 薛莹 传奇被称为MPV专家 实际上是有道理的 每卖出五台MPV 其中一台就是传奇 我们一共累计销售了62万MPV 所以我们对每一个客户 每一个人 他在车上的场景 都有精准的把握 打个比方说 像平时我们上车的扶手 大家可能都没有特别的注意 但是一巴呢 是考虑到老人孩子 全家的需求 我们设置了是两段式 成人就用上面的扶手 那么老人和小朋友 就是下面一个内扶手 便捷的上下车 第二个方面 就是国家也开放了 放开了三胎的政策 那么很多车的儿童安全座椅呢 只有两个这个ISO接口 但是这台传奇一巴 是直接设置了三个 儿童安全座椅的接口 我觉得他真的在很多地方都做到了非常贴心和用心 所以不愧是我们中国的MPV专家 车主的粉丝 给我们反馈 说我的没有固定的车位 然后呢 充电条件也不是很方便 但是呢 不管上绿排 还是上蓝排 我就是喜欢一台一巴 那么你的大电池能不能给我省掉呢 那么于是我们就联合我们的研究院 推出了一巴荣耀系列 搭载了广汽自主研发的 IGTAG 2.0超级混动系统 既有电车的体验 也有用车的经济性 所以提到了混动 我们就不得不提 丰田跟本田 而且呢 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巴荣耀系列的这一套超级混动啊 也想问一下刘布 是不是同样厉害呢 那是当然 传奇 研发超级混动系统 有15年的历史 应该是在中国汽车品牌里面 最早涉入超级混动研究的 实际上我们获得了很多的专利 目前透露个小秘密 有一个友商 现在非常火 那么他用的超级混动 一些专利 实际上还是有传奇的 那么这次我们搭载的 一巴的IGTAG 2.0超级混动系统 是中国最牛的混动 这么大一台MPV 油耗只有5.58升 续航超过1000公里 哇 此处是不是应该有点掌声啊 我觉得这个油耗和这个续航 真的是太给力了 其实我也很好奇 刚才刘布宁提到的 友商是哪位啊 当然我觉得这个 我们可以一会儿私下里聊 那在刚才的视频当中呢 其实我还注意到一个点 提到了我们这一次的 一巴荣耀系列 它比传统的MPV会更智能 是的 目前很多产品 也有智能做餐 云控制 但是呢 每一个控制都需要一条指令 还是比较麻烦 但是一巴搭载了心灵架构 一套指令下来 就能让车辆的所有功能 得到彻底的执行 另外这台车还有同机 最好的R2自驾辅助系统 轻松秒杀传统MPV 此处是不是应该 再来点掌声啊 太厉害了 我觉得听完这么多啊 我们一巴的智能画 真的很厉害 而且听说啊 传奇还跟华为 搞了一个联合创新计划 是的 这一点是在今年4月份 北京车展和华为 启动了联合创新计划 那么今天这款车 也是授予这个创新计划 荣耀系列是搭载了 华为嗨卡功能 那么并且这个车的手机互联合 跟市面上 大家看到的破解版不一样 这是华为原厂认证 更加的丝滑流畅 并且只有U盘 这么大小 直接插到车上 手机的功能 可以直接投射到车机上 非常的方便 听了说了这么多 想问一下大家 你们都心动了吗 是的 我自己也非常心动啊 那今天呢 刚才啊 我们非常感谢刘布 跟我们说了这么多的产品 相信大家对于我们的 一巴荣耀系列 一定都有了更多的了解 但是刘布您还记不记得 今天您还是作为我们福利官的身份 站在这里 是不是应该给我们现场的 还有我们直播生的粉丝朋友们 来一点福利呢 既然今天来到这里 我们这些福利就必须安排 那么刚刚给大家说的 华为嗨卡手机互联盒 今晚就送给大家 想要吗 大家 那么从今天开始 到7月31号 在传奇APP 以及小程序 在下定的客户 在提车的时候 我们都送 并且之前有大量的客户 已经开始锁定这个客户 锁定订单 那么小定的用户 在完成正式的2000元 大定之后 在提车的时候 也全部送给大家 想要的再鼓鼓掌好吗 听说越鼓掌越幸运 好了 那直播间的各位粉丝朋友们 原厂认证的华为 嗨卡手机互联盒 你们不心动了吗 好了 那这样的福利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或许在今天呢 我们也非常感谢刘布 给我们大家带来了 这么多的福利 那在今天 大家记住 这只是我们今天的 第一波福利 后面还有更多 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一下 好了 那再一次感谢刘布 我们请刘布 您稍息休息一下 谢谢 谢谢 我们今天的嘉年华现场 我们的一巴荣耀系列 也是在不断地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好了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那接下来时间 又到了大家最期待的环节了 那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福利官 网细全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新能源事业部商品总监 黑金先生 黑总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晚上好 欢迎再次欢迎黑总 那今天啊 是我们的嘉年华现场 而且据我所知啊 我们的一巴荣耀系列呢 我们也是听说 从下定以来 它的订单就非常的火爆 所以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 大概是多少呀 赛订单啊 可以吗 这怎么说呢 要不我给你看吧 这我个人可以看是吗 对对对 因为没有这个环节 我怕 加了个戏 我给大家看一下 天哪 既然黑总不说 那我也就先不说了 但是我可以给你们透露一下 五位数 至少五位数 怎么样 其实这个数字还好了 从大家的反应就可以看出来 因为我们跟很多品牌比起来 这个两个小时 两万订单 三个小时 四万订单 我们五位数的订单 实际上是源于我们 确约实实 这是一款家用车 我们的客户群也比较务实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的数据也还行吧 不能跟别人比 怎么样 大家觉得还行吗 我觉得黑总您太谦虚了 因为这么好的车 一周五位数 我觉得真的已经非常牛了 而且我估计那些 两三个小时就破几万的 真的可能都是吹牛的 好了 那要知道我们一般的用户都是 在不知道价格的情况下 下定的 所以想问一下黑总 是不是到了该跟我们说价格的时候了 让大家来看一看 咱们买的值不值 值不值的话 我想我先跟你和大家一起来算笔账 算完之后 我们现场观众 我们直播间前的观众 我们一起来评价 到底值不值 我们以18普洛吧 来算20.98万 那18荣耀实际上就少了一个大电池 那据我了解啊 那差不多应该是在两万块左右 对 但是的话我18荣耀是多了L2的支架 那这个差不多应该是一万块 我还多了两个零重力座椅 那这个据我所知也得一万多了 我还有两个双侧电滑门 那这个差不多得六千块了吧 另外的话我的主副架座椅通风加热 我的双天窗这些配置在18荣耀上面都标配了 那这个我觉得应该也得有个八千块啊 那等会儿 我觉得我得算一下 这个大概得去到多少了 我算了一下啊 差不多我觉得应该得二十二万多了吧 不至于我们也不会 就广汽传奇的话 一直不会忘记了我们的造车初衷 为亲人造好车 我们也不会辜负这半年来 一直等候一巴荣耀的客户 还是那句话 广汽传奇没有套路 真诚是广汽传奇一直走的路 为了这份真诚 咱们是不是得鼓鼓掌呀 今天一巴荣耀 也是我们一巴混动的顶配 不卖二十二万 也不卖二十万 我们低于十八万 十七年九八万元 天哪 为了这个价格 我觉得真的得鼓鼓掌了 那我们加上这个购置税呀 保险等 不到二十万就能落地了 我觉得一巴荣耀版 实在是太香了 十七年九八万 有些人说 哎呀 其实你前面提到那些配置啊 我们很多用户实际上是觉得 他不是很关注 为此 广汽传奇 今天还带来了一个另外的惊喜 我们会上市一款更加亲民的版本 一巴自在版 售价十六万六千八 哇 我觉得通过大家的掌声已经看到了大家对他的感兴趣 并且并且今天有宣布 无论什么品牌 无论什么品牌 全都补贴 自换补贴 全品牌自换补贴 一万元 天哪 这一波接一波的 大家都接住了吗 来粉丝们 大家说 这样的价格值不值 黑总 虽然您带来了非常惊喜的价格 而且这个价格真的是让我们大家都 哇 觉得现在不入手就太亏了 但是我们还知道您是作为我们今天的福利官 所以是不是还要给大家发福利呢 刚才我们前面牛布也说了 传奇一巴是一个幸福的家 我们牛布给大家送了自能化 那我想我们的家也需要安心 那为了大家行车路上的安心感 今天我给大家也送一份礼 一份安心礼 原厂行车 记录仪 大家想要吗 想要的鼓鼓掌好吗 在7月31日前 在广汽传奇新人员APP 广汽传奇APP 以及我们传奇新人员小程序等官方平台 下大量的用户 提升的时候都送 太好了 另外 刚才牛布提醒了我 我们前面还有很多下小定的用户 今天玩只要大家完成下令 在7月34号之前 我们只要完成了也全都送 天哪 听完黑总的介绍 大家想买它吗 太小了是不是 所以我建议啊 我听到那边的声音买 是不是 哎 那我建议大家立刻马上赶紧下定 真的是 我觉得抢到就是赚到了 同时在这里呢 我们也是再次感谢黑总 为我们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第二波的超级福利 那我们再次让掌声来送给黑总 谢谢 来请您稍事休息一下 谢谢 真的是一波接一波的福利啊 好了朋友们 我们知道为家人带来最好的生活 那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 都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 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 宫廷乐师们也会为了一场家宴 来做非常精心的准备 生怕马虎了 所以接下来一时间呢 我们就要有请出郑州歌舞剧院 为我们带来获奖无数的经典舞蹈 唐宫夜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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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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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太惊艳的一段舞蹈了 让我们仿佛沐回大堂 沉浸式的感受 在那样一个沉浸式的时刻 盛世当中最大的一个家宴 好了各位 亲爱的来宾朋友们 那接下来时间 又到了大家最开心的时刻了 给大家发福利了 好了那现在呢 在我身边的是 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三位福利官 我们去广汽乘用车 副总经理兼广汽传奇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总经理 传奇首席心愿官 郭百姓先生 郭总您好 你好主持人 你好 各位现场的和直播间的 各位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 我们在这里见到郭总本人 而且我们知道 郭总作为我们的心愿官 一直都在满足粉丝们的心愿 那想问一下 您觉得您最大的收获在哪里呢 作为广汽传奇的心愿官 有人跟我起了一个绰号 叫郭百怨 那其实呢 我觉得我这点的收获啊 这个我已经成为一个表情包了 那么我们的群里啊 经常发表情包 这个内容很多了 转发百怨 达成心愿 转百怨 得好运 很多这样表情包 这是我的一个非常开心的件事情 看来郭总真的是我们的经理啊 那以后如果我想 许愿啊 或者转运啊 是不是转发您的表情包就可以了 那当然没问题了 这是感谢大家对于心愿官的支持啊 其实心愿官呢 它不仅是一个称呼 更是我们直面用户 跟用户交新的双向奔赴 其实所有的传奇人 都是用户和粉丝的心愿官 那我们的研发团队 在满足用户 想要开好车 用好车的心愿 我们的市场团队 在满足用户 共创 共玩的心愿 我们的直连支付团队 在满足用户 解决客户的心愿 用户满意 是我们所有传奇人的心愿 是不是大家应该 为我们的郭总来鼓鼓掌 谢谢 非常感谢郭总 其实我觉得郭总说的真的太好了 因为我们传奇就是一个 不断地为我们的车主 为我们的用户 来满足大家的心愿的一个品牌 而且郭总 其实我也有一个心愿 前几天看到您分享的 我们这样一个预热视频 我也是在您的视频号 微博 还有抖音下面 在疯狂的点赞 但是我还是没有抽中华为 那今天能不能有一个心愿达成呢 那是必须的 这个粉丝有心愿 百愿来实现 今天晚上 我们会从下定用户中 再抽十台华为的P70手机 中奖后 骑车领取 大家想不想要啊 哇我们的郭总真的是太City了啊 好了刚才说到了 是十台华为P70的手机 那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粉丝们 现在抓紧时间 把你们手上的小心心 赶紧点起来了啊 好了那这样吧 郭总要不我们分成两轮 我们可以先抽舞台 怎么样 好的 嗯好这样 那我们通过大屏幕的方式 为大家抽出啊 我们请我们的大屏幕 可以先滚动起来 来让我们看一下 好那接下 好那接下来这样吧 我们就请郭总 帮我们来倒进十五个树 然后抽出我们的五位幸运的粉丝 好的 大家准备好了吗 五四三二一停 来大家不管是我们现场呢 还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呢 各位用户朋友们来看一下 林林有没有看到自己的手机号啊 恭喜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 好那我们稍后呢 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 那提车之后的三十个工作人员之内呢 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一份礼物送到您的手中 好了那我们刚才抽了第一轮五位 其实我们还有五位 这样郭总再麻烦您帮我们来抽出 我们接下来的五位幸运的粉丝好吗 我提议吧 我们现场的朋友们 大家一起来喊大叔好不好 哇 好那我们大屏幕继续滚动一下 这一轮呢 郭总说让我们大家来看一看 幸运将会花落谁家 来 我们一起喊 准备 五 四 三 二 一 停 看到了吗 恭喜我们以上幸运的五位粉丝朋友们 感谢你们对于我们 穿越技能员的关注和支持 好了那我们也是一样啊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 会在稍后跟您取得联系 也是在提车之后的三十个工作日之内 会将我们这样一份心愿礼物送到你的手中 也再一次祝贺和恭喜我们以上十位 幸运儿真的是太幸运了 太羡慕你们了 好的那刚才啊提到了 郭总达成了这么多的心愿 都是为我们大家去谋取了很多心愿 那想问一下郭总 您自己有没有什么心愿呢 那么此时此刻 我最想吃一碗地道的会面 其实我想这也是每一个到河南来的朋友的心愿 那么网上有个梗啊 说到了河南 没有什么课题是一碗会面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换一大碗 您这次来吃了吗 我还没来得及 我等活动接受以后啊 我去好好的吃一碗 那么当然了 今天晚上呢 这个我们最大的心愿 还是希望更多的用户 能体验到一巴的产品魅力 更多的中国家庭 因为一巴更幸福 更美好 哇谢谢 我们应该将掌声送给我的郭百怨哈 而且郭总啊 其实我知道您这个心愿啊 其实并不难 因为我们所有的粉丝都可以帮您 来完成您的心愿 而且啊 其实刚才我在台下的时候 我偷偷看了一下我们的直播间 哇真的是人气太火爆了 我们有超多的粉丝在关注一巴 而且呢 有很多粉丝在下定的路上了 所以呢 我还看到了还有粉丝留言哈 说我们的八块底 一千八百八十八的权益 是不是可以再来一次呀 郭总您说 种不种 种 这个合谅哈是不是很正宗啊 那个我宣布哈 一巴荣耀版 正式开启下定 一千八百八十元的膨胀权益 限时返场 二十四小时 谢谢大家 大家是不是应该鼓鼓掌呀 我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太惊喜了 果然是我们的心愿观哈 一出场就不一样 而且大家知道吗 未来的二十四个小时 所以大家现在赶紧抓紧你们的手速 一定不要犹豫 因为犹豫是对福利最大的不尊重了 好了 那郭总我们今晚的粉丝啊这么热情 他们想问呢 以后这个推出新车的时候 是不是还要多抽奖 多发福利呀 那个传奇福利多多哈 其实我们认为 好产品 才是给用户粉丝的最大福利 E8已经是中国家用车的最优选 我们也会不断响应用户的需求 完善E8的产品矩阵 年内我们还将推出一款 更好的 更智能化的 更舒适 更配置更多的 E8车型 大家期待吗 当然E8已经成为中国家用车市场 一个新基准新标杆 买载用车就买传奇新能源 E8 哇 果然是我们的新愿观 而且也不愧是我们今晚的压轴福利观 郭总真的是给我们带来太多的惊喜 还有我们的压轴彩蛋 所以大家一起为郭总打口好吗 好 谢谢 好的 那如果大家以后还有心愿的话 不要忘了赶紧去郭总那儿多留言 因为我们都知道 粉丝有心愿 百愿来实现 让我们再次将掌声来送给郭总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朋友 好的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就会到我们今天的一个合影的环节了 好了 那同时呢 在这里呢 我们也将邀请到 我们几位重量级的嘉宾 共同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好 在这里呢 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 我们再次有请刘步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欢迎 同时有请 广西传奇奇车销售 有限公司 市场营销部 副部长 李健 有请 有请 新能源事业部车型总监 邓杰 有请新能源事业部车型总监 陆潘登 有请大家 有请大家 也再次 有请 有请各位 有请郭总 好 我们请大家 共同看一下我们前方的镜头 我们先来一张合影 共同记录这样一个美好的许可 好 也让我们共同生出大魔爵 为我们万众期待的 第八荣妙系列 点赞 让我们一起祝大麦 谢谢 好 我们请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回席落座 感谢大家 好的 各位现场亲爱的朋友们 以及我们正在线上的各位观众 那今天我们的嘉年华的福利加码环节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关注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将会是方特的特色表演 那对于想要更加深入了解 一把荣妙系列的朋友 我们稍后呢 也会把我们的直播 将报给广西传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新能源事业部商品总监 黑金将会由他带着我们 来共同探索 一把荣妙系列的更多精彩 好了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再次感谢大家 让我们稍后再见 谢谢